我其實很簡單,協調問題和迫切性,兩位局長都沒有回答 我先講講這個,迫切性我們是有照顧到的,我們去年做引進新措施,我們發現問題,我們立刻做 同時答應,我們下一學年用新的方法去做,所以這個迫切性是在的 所以我們是即時處理的,我們不是說這件事是不處理的 我聽到張國處議員問,是怎樣情況,政府才覺得有個迫切需要去成立那個兒童事務委員會 政策及時代的事務部長 主席,我再答一答這個跟進問題,其實我們現在的做法是希望透過相關的政策局 他們處理實質要照顧各方面,我們照顧兒童權利和他們的服務需要的工作 目前來看,我們看到我們相關政策局,他們是願意牽頭和其他部門來協調的 而我們亦都有這個家庭議會,提供了一個新的平台,不單只是兒童的事務 其他家庭成員和層次的事務,我們都可以討論到,可以處理到,所以我們認為現有的架構是足夠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主席,我們兩位局長都是刀槍不入的,軟皮蛇 大家可以示範一下,現在三絲十二名最厲害是這兩個,如果說答問題 答了就等於沒有答,然後說了一大堆話 黃毓民議員請看你的質詢 張國柱問你,這個兒童事務委員會,兒童權利委員會 這是在上一次我們政制事務委員會開會的時候 很多民間團體坐在這裏幾乎用哭訴兩個字 求你成立一個兒童事務委員會 才可以解決目前保障兒童權利的問題 因為很複雜 你都很清楚 聯合國又建議香港政府 要有這樣的設置,有一個兒童事務委員會的設置 你聽而不聞,你都回答不到 那你何時回答聯合國呢?請問 剛才問你那個迫切性,是不是現在的兒童論壇 已經可以解決了問題? 是不是要死很多人,很多家庭慘劇發生 或者兒童權利受到剝削,情況很嚴重 那你才去成立一個這樣的事務委員會呢? 請你清楚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問題已經夠清楚了,大哥 為何你不回應民間團體一致的訴求 為何你不回應聯合國的訴求呢? 哪位局長 政制及內地市民局局長 主席聯合國的兒童權利委員會呢? 主席聯合國的兒童權利委員會呢? 在2005年呢? 就香港報告的審議結論呢? 其中一項的建議呢? 特區應就兒童事宜制定全面綜合政策 確保政策協調得當 以及評估對這個兒童的影響 就這方面呢? 我們認為設立兒童事務委員會 並非唯一的方法 第一方面呢? 特區政府透過現有的機制呢? 對兒童的權利和福祉呢? 是已經制定了各方面的政策 由不同的決策局和部門呢? 是負責執行的 各決策局和部門互相支援協調 是可以確保兒童呢? 是受到保護和顧及到他們的利益的 第二方面呢? 政策和措施的執行呢? 是受到立法會申訴專員 和媒體的監察的 有關的政策局呢? 是可以不時檢討相關的政策的 那這些安排呢? 是多年來呢? 我們行之有效的 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 另一項的相關建議呢? 是建議呢? 是設立獨立的人權監察組織 來處理這個兒童權利事宜的投訴 但是在這方面呢? 當年這個聯合國兒童權利的委員會呢? 他們認為是可以 是在申訴專員公署核下一個的 專責科別 那就這方面呢? 其實我們現有處理平等機會呀? 私隱呀? 還有監察政府的行政失當方面呢? 我們已經有法庭的組織來處理的 所以呢? 我們認為在 我們現在已經成立了的家庭議會 已經有一年多的工作呢? 我們就家庭的核心價值呀? 家長的親戚教育呀? 只是民間團體那裏 你不在這裏讀書呀? 麻煩你 浪費時間呀 又打了20分鐘呀 專責你裁決呀 英明些啦 我會間斷 在過去這一年多呢 我們家庭議會呢 是處理了好幾方面的議題的 例如 家庭和學校的合作 家庭生活的教育 那所以呢 在這個兒童事務委員會的議題呢 我們認為呢 是不需要 成立一個新的兒童事務的委員會 用這個家庭議會 成為討論各項 和兒童有關的政策 作為新的平台呢 是足夠的 黃誠志議員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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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K 啊 啊 這個